布袋海巡隊於今11日清晨6時38分接貨海巡處中部份署第五巡防區通報 一艘魚船於布袋西方六里出擱淺 側班 船上四人均衛穿住救生衣 落海期待救援 布袋海巡隊接貨通報後立即派遣線上巡防艇PP3563前往搜尋搶救 另由PP3593CP-1059艇緊急出勤救援 海童部請第五巡防區派遣以外前往搜尋 申請空勤總隊 國收中心派職生計支援 所幸陸續救回四名落海船員 巡防艇將該四名落海船員於9點15分平安街回布袋海巡隊 海巡署中部份署表示 本國籍業性船長及三名菲律賓級船員利用近日天氣及海上穩定 於昨十日十四時許駕駛漁船由台南安平漁港出海 十九時許自外閃頂周外放置龍具捕捉蟹類 近11日清晨6時許因能見度不佳 不小心擱淺進水 又被突來的西南湧浪將漁船打翻 導致四名船員落海 兩名作業中外籍船員遭海流漂走 業性船長及另外一名船員機警爬上翻覆的漁船 利用手機撥打118報案 巡防艇逾期十五十四分趕底現場 業性船長原本心中驚嚇及絕望之際等於突發現遠出白色船艇快速死境 確認是海巡署巡防艇前來救人 心中激動又萬分感謝 8點18分PP3593 CP1059艇陸續將落海船員救治巡防艇 初步觀察落海船員外觀無明顯外傷 也表示無受傷請遭受驚嚇 無需救醫將自行返家 海巡署部帶海巡隊於六十三十八分時 接獲第五巡防區通報 遊艘漁船在部帶西方六里擱淺後翻部 船上四人待救 請本署吊派巡防艇前往救援 部帶海巡隊接獲通報後立即 吊派線上3563艇前往 並由隊部正派3593及CP腰動五勾艇緊急出勤 八十区巡防艇抵達現場發現已有兩名船員自行爬上翻覆的漁船上 並兩名船員遭海流飄走待救 巡防艇於現場受救後成功的將四名落海人員救治巡防艇上 經檢視船員均無受傷 船長表示無需就醫 本隊呼籲海上漁民作業時要注意自身安全